最近热播的劇真不少 除了甜宠剧《你好神枪手》 《不会恋爱的我们》之外 乔欣和徐正希主演的古装剧《烟雨妇》 话题度颇高 这部剧的男女主角非常受欢迎 另外还有徐凯和吴锦妍 即《言喜攻略后二大合作》的上时 角色形象和《言喜攻略》很不一样呢 除此之外 职场等剧盛装 家庭喜剧 假日暖洋洋等群像剧 众多角色都是讨论焦点 热播剧 角色指数榜TOP10 高汉女誓言 陪你一起好好吃饭 于浩 陪你一起好好吃饭 于浩 这位霸道总裁 最近眼眯到不少少女 她冷酷无情 腹黑难搞 让公司所有人闻风丧胆 直到遇见热爱美食 温柔温暖的下属苏克兰 两人因为一档美食节目 而被捆绑在一起 苏克兰成为于浩的厨艺老师 解救于浩的公司危机 自此就开始了 霸道总裁和小厨娘 一起抱爱的疗愈爱情 没想到 冷酷难搞的霸道总裁 真面目是个纯情男孩 以为自己喝醉酒和苏克兰 一夜荒唐 然后就疯狂躲着人家 搞笑的模样 和先前气场全开的样子 简直判若两人 这样的反差萌更迷人 高汉女先前在半世蜜堂半世上 就演过霸道总裁 她穿西装戴眼镜的造型 很帅 热播剧角色指数榜TOP9 今天饰演刘光之城 冯世珍 今天在刘光之城演的冯世珍 再次上榜 这位女主角实在太全粉了 聪明又全能 还有点黑莲花的味道 表面上看 以为她是被容太太 当作争宠的工具 实际上是她在利用对方 投其所后 请君入瓮 三两下 就骗取到难搞的容太太的信任 冯世珍一步步套取容家的商业情报 妥妥的商业间谍 八米玲珑 智商高 情商也高 一步步进入容家 就把男女老少一一攻略 专心搞事业 努力完成任务 连最难攻略的高智商男主 都在她软硬牵尸的手段下 逐渐沦陷 即使陷入爱情 也不盲目屈就 头脑清醒 有主见 这样的女主 谁能不爱 比少白田设定 帅十万八千里 热播去角色指数榜 TOP8 徐凯饰演上时 朱瞻基 古壮徐凯终于回来了 他在上时演的朱瞻基 和延禧攻略复朝复衡 蛮不一样的 从遇前侍卫 变成高高在上的皇太孙 上时朱瞻基高贵优雅 温柔温和 又带着王者的气场 性格骄傲又腼腆 明明知道小公里姚子巾 总是偷偷关注自己 看破不戳破 故意吊着人家玩 心思细腻 善解人意又体贴 这样温柔的皇太孙 让人怎能不爱 徐凯真的把傲娇 玩得明明白白了 他演的朱瞻基很迷人 那种两个人的 暧昧情意很动人 这次大家追上时 终于把延禧攻略的遗憾 补回来了 在延禧攻略 他苦苦守护 到了上时 变成他努力追爱 结局一定要H1呀 热播剧角色指数榜TOP7 吴锦年饰演上时姚子金 吴锦年在上时演的 姚子金和延禧攻略 魏英洛 简直是天壤之别 延禧攻略魏英洛 霸气狂傲又不好惹 而上时姚子金 待人温柔又温和 有着七巧玲珑心 内心柔软 心细如发 率真又亲和力十足 即使面对好姐妹的背叛 依然心软原谅 和延禧攻略有仇必报的 魏英洛 完全不一样 剧迷都有点担心 上时姚子金的角色设定 会过于圣母 一般如果女主角 太烂好人 太好欺负 会让人看得很厌烦 不过目前来看 还不至于 姚子金虽然心善心软 但有底线 懂得选择 值得深交的人 而吴锦年这次的演技 不至于让人出戏 希望能吸刷 她演习攻略给人的印象 再创一个经典角色 热播剧角色指数榜 Top6 徐正熙饰演烟女傅 梁毅 徐正熙在烟女傅野的梁毅 也是话题满满 她是个腹黑冷血 机关散尽 为她目的不择手段的 冷敏魔王 对不安于世道的邱嫣 抱有偏见 邱嫣社局 她就跟着拆局 两人互相透露 却又都能预判到对方的预判 高智商男女主角 从互相猜忌到携手破案 这种男强女强 联手搞事业的剧情 真的很好看 但没想到 梁毅陷入爱情后 竟然从邪恶大野狼 变成软萌小奶狗 求老婆给开门的模样 超级可爱 嘴上不说 但时时刻刻 关注着老婆 和邱嫣先婚后爱 舔炸了 徐正熙把这个角色 演得蛮好的 是她继独孤天下一文户之后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热播剧 《角色指数榜托5》 王子一饰演 《不会恋爱的我们》 顾佳欣 王子一饰演的年夏男 她还会撩了 《不会恋爱的我们》 顾佳欣是个狡猾腹黑 目标明确 爱恨分明 又执行力超强的小狼狗 浑身上下散发野性荷尔蒙 当每夜女姐赵江月 碰上年夏小狼狗 火花四射呀 虽然剧名是 《不会恋爱的我们》 但这两人 其实超会谈恋爱 每个互动都好遇 这对年夏烈CP 完全是走成人式路线 吻气每在客气 要多也有多也 每夜女爸总 总撩人而不自知 年夏酷宅小狼狗 眼神不断放电 不管是对话互动 还是肢体接触 分分钟甜蜜指数拉满 而且王子已好会琴 偶像爱豆出身的她 虽然演技经验不多 但眼亲密戏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她好适合和姐姐搭戏 热播剧角色指数榜 Top4 乔欣饰演 烟女傅邱嫣 烟女傅邱嫣 也是最近话题度很高的女主角 角色设定十分讨喜 邱嫣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 家里娘亲重男轻女 她身为女子 脑袋清醒 思想先进 独立自强 大婚当天 丈夫当场暴毙 她不敢与一同殉葬 不省成为手管弥骨 机智果敢调查真相 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不依附男人而活 真正是大女主 烟女傅和宅斗具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有点类似 以往宅斗具总是嫡数姐妹斗 嫡母嫡娘斗 小姐丫鬟斗 反正就是女人斗来斗去 男人全部隐身 但是烟女傅邱嫣不同 她从来不对同性抱有恶意 甚至理解那些对她抱有恶意的同性 她善良却不是烂好人 政治却不圣母 角色设定真的很圈粉 比较可惜的是 大家觉得 乔欣的演技 有点撑不起来 台词公底 表情演绎都不到位 削弱了强大的角色设定 热播剧角色指数榜Top3 宋家饰演 盛庄 陈开宜 职场剧盛庄虽然讨论话题不多 但网络热度蛮高的 剧中陈开宜是盛庄杂志副主编 在时尚媒体一圈 叱咤风云 做事干脆利落 霸气外露 是所有员工口中的女魔头 当然对工作要求极高又难搞 但却有种让人想追随的魅力 是盛庄杂志的灵魂 陈开宜开始有着雷霆手段和崇高的理想 布下大局要踢走伤害盛庄的出版人 这角色有时尚女魔头之称的安娜吐温的感觉 宋家把这个角色演得很迷人 在剧中高超的商业斗争手段 让人看得很过瘾 热播剧角色指数榜Top2 刘涛饰演 《家人暖娘娘2》成曼 《家人暖娘娘2》和盛庄一样 都是微博讨论话题不多 但网络热度颇高 而刘涛再次演霸气欲解 剧中成曼是风头界的女强人 夜门心思都在工作上 人狠话不多 难搞又难缠 原本准备带女儿去三亚过年 却阴差阳错飞回了东北老家 从而让她重新审视亲情家庭 昆英关系 感觉刘涛最近在眼泪色的角色 从最早的《欢乐颂》系列 再到《我是真的爱你》 星辰大海 直成女霸总角色形象深入人心 她确实很适合 这是有点一成不变 每个角色的感觉都蛮像的 热播剧角色指数榜Top1 雷佳音饰演《人世间》周炳坤 《人世间》是最近微博热度最高的剧 在中国爱情战内已经冲破9500热度值 电视台收视率也达到2% 豆瓣评分高达8.1 是一部描述70年代一户周姓人家 三代人面对时代变迁的现实题材剧 而雷佳音演的周炳坤是讨论焦点 这位男主角实在太虐了 他就是个平凡人 没有高学历 没有钱 没有豪房豪车 只想给家人过好日子 为人善良老实 始终守护着家 是周家的天使 即使哥哥做大官 他也不靠关系 不求人 就是个善良到极致的好人 奈何现实不断和他开玩笑 他卖访被骗 儿子意外身亡 然后为了正义 过失杀人被判刑 从头被虐到尾 这部剧真实又写实 雷佳音哭的戏超级通人 他完全隐活了 时代改革背景下的小人物 周炳坤 演技实在太细腻了